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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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新春愉快 我是曾子庭 今年的過年 哇 長達十天的假期 相信有很多人覺得很過癮 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樣 就覺得 蛤 十天假期一下子就過去了 感覺上好像還要再多玩個那麼幾天啊 特别呢是这个中国人常常讲说 过年过年要过完元宵 才算是过完一个完整的年吗 所以呢元宵节这个节日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节日 特别今年在台北市 回遏了23年 台湾灯会呢重新回到了台北市 因此呢可以想而知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元宵节前后这段时间 台北城一定是相当的热闹 那除了在这个主灯的这个展区之外呢 在12个行政区当中 其实也规划了12个行政区的这个灯区 那这个灯区当中呢 白天大家可以到行政区里面走一走晃晃 晚上来逛灯会 这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到底该怎么逛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新科议员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在他们自己的选区当中 有哪些值得大家去走一走 然后顺便来赏灯会的地方 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呢 是松山新医区的张维元议员 议员好 子丁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维元 新的一年祝大家这个玉兔银春兔来运转 好第二位呢 为大家介绍的是 内湖南港区的何梦化议员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何梦化 祝福大家新年兔年行大运 好第三位为大家介绍的是 大安卫山区的赵怡祥议员 子丁好 各位观众朋友 新年快乐 今年万事如意 好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呢 睽違了23年的时间 然后再度的回到了台北市 然后从2月5号到2月19号 那2月1号从现在开始 已经有这个市营运了 然后到2月19号 那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主打了有城市型的灯会 然后甚至的遍布了在整个 很多从这个新印 然后还有到这个国父纪念馆 然后甚至周围 然后呢特别的地方呢 是他们这一次也这个分享了这个12个行政区的灯区 所以这边当然要来考考一下我们这三位新科议员 在自己的这个选区当中有哪些地方 其实这些年 我知道现在学生也都还在放寒假期间嘛 所以呢一定还是有很多爸爸妈妈呢 他们会带小朋友到这个市区里面去来走一走啦晃一晃 那除了这个主灯的灯区之外 还有哪些地方 这个我们的詹艺员 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到你的这个松山西医里面 去走一走玩一玩的 首先我跟子婷讲 我比较偷吃步一点 怎么说 因为这一次这个台湾灯会在台北举办 主要的展区都在我全区 都在西医区里面 都在西医区 还有分这个光展区 远展区 还有这个蔚来展区 然后还有这个中央灯会的这个主灯区 除了那光展区在东区街头 已经偏离那个松山西医区之外 其他都在我们的选区 所以大家来这台湾灯会 但大家会注意一件事情 这次灯会有特点 它不仅仅只在这个国附经验馆 这个主灯区而已 它附近的这个新医区 它比较未来科技感 然后包含这个我们松山烟厂 也有它的一个展区 甚至这次有个比较特别 这待会可能各个议员都会介绍 以我们松山西医为例 在非这个展区里面的 这个松山区的慈幼宫 就老和夜市那边 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慈幼宫前面他放了一个 这个妈祖的一个灯 所以很漂亮 然后也结合在地 就慈幼宫的信仰 然后跟老和街在地的文化 所以这一次台北市名 甚至是整个台湾的人民很幸福 只要到了进入台北市以后 基本上你只要一进台北市的这个交界 你马上可以感受到 今天这个今年灯会的一个这个气氛 因为每一区 它是一个狼带式的方式 来展现所谓 台湾灯会在台北一个这个概念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像松山的这个慈幼宫 然后台北府城的这个城隍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宗教元素 然后包括了主要在新一区当中的 很多的这个主灯啦 然后还有主要的这个光源的这个灯区 其实在新一区里面呢 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内湖以及南港地区呢 有哪些地方 你觉得这个灯区 然后还有哪一些这个意愿 你觉得不错的一些点 其实也可以推荐大家一起来玩玩 在内湖跟南港的灯区的话 内湖是在大港前公园 它其实就是在内科附近的一个公园 其实那个公园还是一个共荣室公园 它在假日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家长 就还蛮习惯会带小朋友去那边玩 那我觉得它也结合了就是内科的特色 所以它这次的主灯是一个AI2 所以我觉得它是蛮结合就是内科跟内湖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灯区 那在南港的它其实是跟北流一起做结合 那我觉得南港的灯区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用光雕秀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大家晚上如果到南港走走 可以去北流附近除了看北流的展览之外呢 其他灯区呢也都会有光雕秀 那我觉得除了就是这些灯会的灯区之外 其实在现在内湖呢刚好是樱花季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就是内湖有的一个活动 在我记得是应该2月3号开始 我们的那个在乐湖公园 它夜阴季即将要开始了 那其实最近它因为最近天气还不错 其实最近的那个樱花应该开了已经 我觉得三四成应该是有了 其实最近的去到乐湖公园 已经附近都是人潮 在樱花树旁边 你要照到一个可能没有人的樱花 你必须要等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那个樱花树是真的种的蛮漂亮 让大家不用爬到山上 在平地就可以赏樱花 那其实在我们内湖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它是在元宵节那天 然后它是在我们的县头土地公庙 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民俗活动 是夜弄土地公 然后它因为已经 它其实因为疫情已经停了两年 然后今年呢是好不容易 就是又要再恢复举办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蛮多内湖人都很兴奋 就是当天晚上就是跟着土地公一起来 就是绕境求平安 而且是在元宵节这个时候 所以我还蛮欢迎大家 不管是我觉得很fancy的灯会啊 或者是你要走比较自然风格的 可以去看樱花那樱花除了乐活公园之外 我们内湖的碧山岩 它有一个就是往山上的一个楼梯 那里也会有一连串的樱花步道 那有一些其实年轻人喜欢看夜景的 我们到我觉得台北比较流行 可能去象山或者是去阳明山 但其实在碧山岩晚上的夜景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推荐 也欢迎就是年轻的朋友 晚上也可以来夜虫碧山岩 有生命保佑还可以看夜景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走村的时候 元宵节来内湖南港走走 这真的还不错耶 就是元宵节大家就想到说 灯会一定人挤人 其实往避山岩看下去 其实也看到很多 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夜景 也是算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赏灯的一个方式 然后特别像这个 我们这个孟花艺人讲到的 在这一个大港前公园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共荣性的这个公园 其实小朋友呢 下午的时候就可以先让小朋友 先去那边放电一下 然后晚上的再来这个赏灯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这个乐活公园 这也是这几年在台北市区很难得 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的这一个 这个樱花林 然后可以让大家在那边沿着这个合体 然后呢可以赏樱花 然后同时呢 又可以休闲娱乐一下 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这个选择 好那在这个大安文山区呢 大安文山区 这个我们的一项议员 又有哪些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其实大安文山区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选区 那包括其实有很现代的元素 包括传统的元素 所以其实相对的 我觉得这些元素也反映在这次的灯会的一些布设上 所以包括在东区的部分 其实刚刚维源音员也有提到 东区是我们大概从这个中校复兴这边 一直到国父纪念馆 沿着中校东路上 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的灯展 那这灯展会包括 例如说这叫这个光展区 那会包括到说兔子洞啊 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兔子的意象 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彩虹教堂 就是反映着我们可能现代对于说婚姻 对于说配偶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在东区这个部分 正好可以结合到什么 结合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 这个深夜去采购去采买 那你可以沿着这个东区 这样子的一个商圈继续走 一边赏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光灯的一个表演 但另外呢也去做一些采购跟用餐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现代的 那传统的部分 其实文山区在这个指南宫这边 其实有很多的活动 那指南宫他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他确实是希望说 在不同的行政区 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嘛 对不对 那指南宫正好是我们台北市 算是保存很完整 而且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公庙 所以其实他这部分做的布设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那我个人会建议说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朋友 甚至于外县市来的 其实可以结合到 第一个动物园 因为动物园很好玩 那动物园这几年来 其实做很多翻修等等等等 那是一个一整家都可以去的一个活动 那之后呢去猫空 那搭乘猫空上去喝喝茶 然后再去逛逛这个所谓的灯展 那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半天的行程 所以我觉得说 从这个大安区 我们所谓的比较 现代年轻人会去的 到文山区比较传统 甚至于是家庭 可能会比较喜爱的 这样子的行程 我们大安文山区 确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灯会当中 其实我觉得 准备是蛮充足的 的确哦 特别整个这台北市呢 其实有都会 然后其实呢 也有郊区的这一种 比较悠闲的这个情况哦 所以呢 这个在灯节期间的欢迎 其实外线是一定有很多人 来到台北市 大家都可以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来看一下 各个行政区的这个特色 当然讲到台湾人 不能够只逛灯会哦 来到了这个观光景点 一定要干嘛 就吃吃喝喝买买办手礼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请三位议员呢 特地带了自己选区当中 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些 来到当地之后 可以采买的一些办手礼 好我们先问一下这个 松山信义区有哪些 这个可以推荐大家 来到这边可以来买的一个办手礼呢 虽然还有最近已经即将解封 但是因为就是那种路边摊 有时候大家脱口到吃吃喝 还是会担心 还是会担心 所以我们就以办手礼为主 那我推荐这家 相信大家绝对不陌生 因为它非常有名 然后它就是所谓的嘉德凤梨酥啊 但我要跟各位讲 大家看到这盒子很小 对不对 因为我原本其实有个私房的嘉德 一个超好吃的饼 叫老婆饼 我相信大家去嘉德 但一般想到是想到台中的老婆饼 对台中弄火饼 但是嘉德的老婆饼真的很好吃 因为它那个 它里面那个 类似哈曼牙糖的那个糖线 没有那么甜 然后它饼皮 其实它只要发 大概它保存情限内 它饼皮基本上都能维持 它一定的那干脆的那个酥度这样子 所以其实老婆饼我一直以为是 我这个口袋的这个口袋名单 没有人知道 谁知道呢 就是要上节目之前 我连续三天哦 三天中午以前我就去嘉德了 然后他就说没有老婆饼卖完 只有凤梨酥跟凤凰酥 所以原来这个知道门道的人还是 还是蛮多的 内行的还是蛮多的 所以欢迎那后来我就问老板 那你这个老婆饼什么时候才会买得到 他告诉我 十点以前 哇 超级早的超级早的 对所以未来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松山区 除了我们家的这个凤梨酥 它很有名之外 大家都很应该送礼伴手礼很常拿到 老婆饼这绝对是你送出去 绝对是每个人拿到都会觉得很开心的 因为就是一个比较特别 但是又非常好试的这样子 所以推荐给大家 哦 所以呢 要买这个老婆饼 真的是十点半以前 一定要先去排队 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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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前一定要先去排队 而且其实很多人大家会想说 过年买饼啊 然后很多人大家会大排长龙 其实好吃的这饼 其实平常的时候 不见得人那么多 大家就是想要解解馋的时候 其实这真的还不错 不见得要选择这个过年时间 然后刚好人挤人 这是真的不错的选择 好 常常有时候过年期间啊 吃这些饼啊什么的 大家也想说吃一些清爽的 然后喝一些比较 不错能够轻轻尝味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梦话艺人 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什么呢 对啊 那个主持人帮我铺梗了 我今天要介绍的其实是 南港的包种茶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这边 这个是我自己那时候 拿来做募款小物的包种茶 哇 因为我觉得南港包种茶 虽然大家听到包种茶 应该会想到 文山不是更有名吗 可是我要更加南港先种的 对他是在南港发迹的 那其实现在在 其实南港还是有一些 就是茶农们是在种包种茶 那其实现在南港那边 也有一个就是茶艺馆 大家可以去那边就欣赏 就是包种茶 那个采收跟制造的过程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蛮私房 觉得说这是南港一个 还蛮独有的文化 虽然现在被文山发扬光大了 但是我觉得要包括说 其实包种茶在那时候最早 其实就是在台北山南港来种植的 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难带过来的东西 像其实 哎呦 因为内湖其实他有非常多的美食 那当然他有一些 例如说去 你在大港前公园的灯区看完 你可以去737那边 就737夜市那里走走 那有那个超大的猪血糕 那个超级有名 我每次没有吃完过一整条 因为我大概都吃一半我就会饱了 那我觉得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好吃 那种台北传统味的那种猪血糕 那其实现在其实也大概到了草莓季 或是可能再晚一点的时候 其实在壁山岩上去看夜景之外 也可以去采草莓对因为那个季节还没有到 所以我也没有带草莓过来 所以我记得除了介绍包总茶之外 也欢迎大家就是除了去在 可以去在地去采草莓 也可以再去就是夜市们走走会吃那个超大的 看到底有没有人 因为我这每次吃了一半那个猪血糕 我就完全就已经饱了 我还跟那个有时候我就跟那个老板说 我每次吃一半就饱 他就帮我切了一半 他就说那你每次都没有吃完 还帮你切一点 那我觉得那老板也是非常的贴心 就欢迎大家都去737夜市 然后也享受这样的人情味 对737夜市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好这737夜市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吃 真的可以值得大家来这个品尝一下 而且台湾的这个夜市人情味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另外刚刚这个孟晚宴也提到 其实现在的南港的这个包总茶 虽然种植的这个面积没有那么多 但是现在大家都开始走文创 而且比较精致的 所以很多的包装甚至有蛮多的历史点部 不但是喝茶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 台北的这个包总茶的历史 其实是也还蛮不错的哦 好刚刚已经被人家抢架过 这个包总茶被文山的包总茶这个顺名抢过 那我不知道这个影响议员对于文山的包总茶又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说我跟何孟话绝对没有竞争关系 我们是属于同党的议员 又是新科议员 我们的竞争关系仅限于在我们各选区的茶 那当然文山区 就文山包总茶是这个 又文山这两只当然也是有它的代表性在 那文山的包总茶确实也是有历史的一个茶种 那我今天其实特别带来的 是我们就是文山区的木榨农会特别培植的一个牌子 叫这个云红 那这是一种红茶系列的 那我觉得这几年来其实你会 因为你通常想到茶 其实你不会想到台北市 你通常想到茶你一定想到外建市 是 平陵啊 然后或者是其他地方 甚至于现在很多茶其实都是进口来的 但这个可能是比较劣质的茶 但是其实很多台湾我们最高级的茶 其实都是来自我们台北市 其实无论是南港也好 无论是文山也好 其实士林那边听说也是有茶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台北市民 其实你去买茶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台北市 但我其实我想我跟孟化一样 呼吁大家应该要去多去思考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 无论是像这种比较传统 但是这几年来培植出来的味道 非常非常美味的茶种之外呢 还有很多新创的牌子 是年轻人去透过不同的茶种 去去把它配置出来 到一个非常有香味的一个茶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们台北市民 可能过去比较忽略的 未来其实可以多来注重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当然我的选取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夜市 第一个夜市 当然这个大家知道 是凌江街跟通话街的夜市 对 那这个就不用说 因为你去介绍任何里面的美食 你一定会去得罪其他90%的店家 所以我就说都好吃 但另外其实有景美夜市 那景美夜市其实是文山区很在地的 它包括其实有四星的学生 包括来自新店的等等等等 所以它其实也发扬出一种 平价 但是又非常美味的一种夜市文化 所以我其实很鼓励大家 如果有时间的话 去通话街夜市 去我们的景美夜市也好 其实多去逛逛走走都好 的确这个宜山医院有特别提到 真的 的确在台北市有很多的这个农友 我们真的要鼓励他们 其实在台北市要经营这样子农业的这一块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特别呢 刚刚有很多提到说 台湾人其实也还蛮喜欢喝茶的 有很多这个从东南亚 或者说从中国大陆来的茶 这有时候常常会云木混珠啊 那我们还不如支持一下自己在地的茶农 这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哦 好除了这个介绍之外啊 当然今天这个我们刚好在元宵节前后 说逛灯会大家一定会想到说 逛灯会当然就是拆灯迷啊 但是很抱歉 我们今天如果还是拆灯迷的话 那就有点老套了哦 所以呢同样在过年期间 我们还是要让这个三位艺员来玩玩小游戏 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第一个游戏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游戏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游戏呢 叫做元宵知识大挑战 那我们等一下会设计三题的元宵节的冷知识 那议员的手上呢都有牌子哦 所以等一下你们要选出你们觉得正确的答案 好不好 那当然有讲有诚啦 那这个惩罚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等一下呢会有几个题目 让这个苏的这个议员来选择 然后呢请你回答及时的这个快问快答 来分享一下你在当议员的这段时间 有哪一些趣事发生呢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好第一题我们的题目是 请问一下元宵节一定要吃元宵 那你知道元宵节又被称为什么吗 一叫做团圆 二叫做浮圆子 三叫做小白子 好这个元宵或叫做汤圆 到底大家这个冷知识要请三位议员来猜猜看喽 我觉得议员常要保读诗书啊 但是他们到底对于元宵节冷知识又知道多少呢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文员议员 你选择了 我们是一起吧 一起好了啦 好来 一二三 好 二二二 大家都选择二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来 来来这个我们又进入到这个插明星攻略 哈哈哈哈 那时候才机不错 对这个因为首先大家会觉得可能是团圆 但是就团圆好像太普通 感觉打应该没这么简单 那因为老实讲那个元宵大家有去 这个你知道我其实以前参选的时候 我有去做过元宵 元宵跟我们汤圆是不一样 汤圆其实就是糯米皮 然后把它就一些麻糬把它包一个馅 对 那元宵其实是那个一个竹的那个筛子 粉它不断的滚 不断的滚滚滚滚 所以你看到元宵它其实表皮是不规则的 它说并不是圆的 所以你元宵它不会是太小的 要滚滚会变很大 所以你说叫小白子好像又没那么小 对 所以你在那个筛子上让它这样子这样滚 它感觉浮起来 而且的确你最后煮完之后 它那元宵是整个会浮起来的 所以感觉好像浮原子比较符合那个以前的逻辑 这个逻辑还不错 那这个方法议员为什么选择2 其实我觉得逻辑跟张伟元议员有一点像 就觉得1应该太简单了 但又觉得 就是太不正式了 太复杂了 那也许我们真的想说太复杂了 因为还没公布正确的答案 好 一下1来 我老是说我原本以为是1 但后来我觉得用三句法 就是说小白子好像不是很适合 那1又觉得团圆好像又不是完全符合到我们想要追求的一种精神的感觉 所以就是后来就选2 好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恭喜三位议员全部都答对了 好 议员们还蛮厉害的哦 这个有知道说要如何用三句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 元宵节当然就是要吃元宵啦 那除了这个元宵节除了象征团圆的意义之外呢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含义在呢 第一个就是要祝福父母身体健康 第二要祝福新年的到来 第三呢 要怀念离别的亲人 请问一下元宵节除了团圆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好第一个父母健康 第二个祝福新年 第三个怀念离别的亲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元宵节的冷知识 我们三位议员的选择是什么呢 好 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请举牌 好 三 一 二 哎呦三位议员这次选择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好 来这个 我们的 三位议员 他没点讲 哦好 那我们反过来好了 来 影响议员你先 为什么选择 正好元宵节这个时间点啊 就是说正好是这个过年的这个节目 就不要想的太复杂 他就是新年 我觉得就刚刚您说的嘛 就是对不对 就是说华人如果有这样子的传统的话 确实是延续这种新年的一个气息 所以我就想说这祝福新年到来应该蛮适合的 哦 好 来 这个冒玩意员呢 我觉得二感觉答案太简单了 然后三又感觉跟过年的气氛不太对 然后一而且华人很喜欢就是所谓静孝 所以我想说也许跟就是希望父母身体健康会有关系 没错 哦好 那这个 我原意员 因为 因为感觉祝福新年到来应该是初一或是就除夕要初一 迎接大年初一的时候嘛 那父母身体健康其实当然就是很很正常 因为一般都期待父母身体健康 我原本也觉得想说三应该跟这种过年的气氛不太一样 但因为初一十五嘛 那十五其实也是一个正月的一个类似像结束一样 那而且我印象中元宵节其实像包含像呃 淡淡淹水有淡水风泡 然后譬如说那个台东有那个在淡淡眼 那好像都有跟一些神明祈福一些相关的 或许 或许跟这个 就是一个圆满的有生跟有这个结束 一个一个 一个圆圈的一个循环有关 所以后来我就这样子想说那我们试试看三好吧 应该没有人会试试三 好我要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就是三 要怀念离别的亲人 因为古时候呢有元宵祭祖的习惯 所以呢吃元宵 这个元宵节除了吃汤圆之外 然后象征全家人团圆 然后他们也希望能够借由元宵祭祖 能够怀念已经离别的这个亲人 然后同时呢 希望能够对于未来能够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 所以呢答案是三 好所以现在这个我们的梦化议员 还有这个遗乡议员的要先寄一点了 对不对 狗多人也会把我们寄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好第三题元宵节当中的花灯 在古时候又称为什么呢 第一叫做因缘灯 第二叫做古载灯 第三叫做万花灯 这题好像应该还蛮多人知道的 好元宵节的花灯 这时候又称为什么呢 我不能讲了 一 因缘灯 二 古载灯 三 万花灯 元宵节的花灯又称为什么呢 来同样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三 二 三位议员又不一样 好这次反过来好了 来 我原议员 我觉得这次要反复归真 就是说花灯就是跟万花灯有关 没有因为 我其实不太搞 我不太确定说元宵节的花灯 有来到的是中国还是台湾的习书 因为古载灯听起来有点像是台语的翻译过来的语言这样子 所以如果假设花灯这个习书是中国流过来的话 那应该不会是这个台湾离书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英雲灯跟万花灯都我觉得都很接近啊 但是这次我想要做一个简单一点的人 所以我要选万花灯 万花灯 好 不好意思 古载灯我想要它的形状 形状 因为我们要花灯其实是 小时候我们玩的都是那种纸的 然后纸的 然后里面点蜡烛 那种可能比较传统型的 那我觉得跟 就这种包起来 可能跟古有一点点像玩 这我就是因为形状的关系选了这个答案 哦好 来那个我们的遗祥议员呢 其实我觉得元宵就是团圆的概念嘛 对不对 那团圆其实也是一种缘分啊 所以我看到就是有圆这样子的一个字 我就觉得还蛮适合 是 这个有这个花灯的一个称呼啊 哦好 来我们公布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呢 就是二古载灯 他其实就是 就像那个 我也讲的 他的台语叫做古阿丁 那早期呢 在台湾还有闽南地区 他们因为讲台语 然后以前呢 用竹编的这个花灯 所以呢 他那个形状很像古 所以就叫做古阿丁 所以答案是二 好 所以呢 这一题的话 我们的遗祥议员 然后还有我们的 委员议员呢 要记上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两点的是 遗祥议员对不对 好 听起来是第一名 第一名 放心啊 我们没有 没有惩罚 但是我们要请大家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接下来呢 有十二个 好 十二个 急问急答 然后呢 要请遗祥议员来挑一个题目 好 这边呢 题目已经在我手上了 好 那就这个议会大小事好了 议会大小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议会大小事 它的题目是什么呢 好 请 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议会发生的 有趣的 这个事迹 好 其实我跟 孟化议员 跟委员议员 大概目前就只 就是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时间 所以这也没有参与到 多少的 这个重大的事迹 但我一直觉得 很有趣是我们第一天 上班日就是这个 12月25号的就职典礼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看到桌边人 全部都是穿的这个礼服 或者是西装笔挺的 等等等等 我就问我旁边的 钟沛军议员 我就说 这议会每一个人 都穿的这么正式吗 他说没有 就四年一次而已 你要看他 打领带就是四年这一次 在12月25号看得见 我就 后来真的是隔一天 因为12月26号 说我们要抽筋 去选方式等等 就看到所有人 就恢复正常 穿牛仔裤的 什么都有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第一天就是看到大家 这个很农装的打扮 但是隔天就看到 大家回到这个工作服模式 是 不过这也象征 大家其实 开心 然后盛装农装 就就职典礼 那一天 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 就是为民学 对 就开始为民服务了 哦好 这个还蛮特别的 蛮有趣的 好了 那玩完第一个游戏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第二个游戏就是 谁是卧底 那等一下呢 每一位议员手上会拿到我们的题目 那等一下呢 这个其中有一位呢 是卧底 他的这个题目 会跟另外两位的 议员的这个题目会不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会做两轮的发言 请大家就是稍微形容一下 你拿到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那我们会经过两轮的发言之后 我们就来猜猜看 到底谁是卧底 好 那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题目 小心不要让这个其他的人看到 大家稍微眯排一下 好 那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要怎么去形容一下 你自己拿到的这个题目呢 好 那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文言议员这边发 那我们现在返回来 我们先让这个影响议员 先来形容一下 对 我想这种台北市非常著名的一个夜市 那这个夜市是在某某人的一个 我们三个其中之一的一个选区里面 那这夜市我觉得经常有这个国际观光客会来 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美食夜市 因为有一些夜市是玩 有些去采购等等 但这夜市是主要以美食为名的 我这样可以了吗 还是要继续讲 够了吗 我看了某一个人够了吗 你不要再多 哈哈哈 好 好 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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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逛街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多就是年轻人 在一开始就是可能青少年时期会想要去逛的 那个一开始首选的一些 也在外地来的人会去的地方 嗯 然后我记得在我国高中的时候 他有名的是牛排 很便宜 好 我就想要这样 哈哈哈 诶 那搞这个 语伦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到底誰跟你們的答案不太一樣 來 文藝園 呃 我這個夜市啊 也的確是這個國際觀光的夜市 很多老外來的時候 然後都會指名大概都會 前一、二名大概都會到這個夜市這樣子 那這夜市我覺得除了國際之外 其實在地人也蠻愛去的 那尤其是像孟化剛剛說的一樣 有些年輕人其實很愛去的 但這個我年輕的時候 逛那夜市好像不會吃牛排 哈哈哈哈 但吃什麼我就不講了 因為太明顯了 哈哈哈哈 好 欸 大家可以開始思考一下 誰不太一樣咧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影響藝園 第二輪的發言 好 我覺得啊 我這個夜市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呢 它是離公共交通很近 所以進出都很方便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它的這個前門也好 後面也好 都很漂亮 所以很多年輕人會到附近去打卡 嗯 好 欸 好 我這個 大家開始有點難咯 哈哈 好 我這個夜市呢 它也離就是大眾運輸非常的近 然後非常的方便 然後我覺得它 它除了吃東西逛街 也是一個大家會喜歡的選擇 嗯 哈哈 好痛喔 哇 這好難猜啊 好 最後一個發言 這個這個我願意來 沒有 我決定要具體一點 讓大家很清楚知道 我要講出我生活的經驗 我小時候去逛這個夜市的時候 我最喜歡吃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東山丫頭 哈哈哈哈 好啦 當然很多夜市都有啦 但對 那主要它另外 也是這個以前我買那個 求學的時候買那個背包 或者是那種運動包 我也經常到這夜市來購買 嗯 好 那經過兩輪的發言之後 這個三位議員要稍微思考一下 到底誰的答案跟你們不一樣呢 你們要選 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好 議員議員 我們數到三 大家比 用手比 看你們覺得哪一個議員 他可能是臥底 跟你們的答案是不一樣的好不好 好 來 一 二 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一起來翻牌好不好 這個叫藍綠共識 哈哈哈哈 我們議員一起來翻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好 答案就是 臥底呢 就是饒河街 觀光夜市是臥底 然後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士林夜市 因為大塊牛排 對不對 然後還有東山丫頭 而且我說這是以美食為主的夜市 是真的 因為饒河夜市是著名的美食夜市 對 不過這 因為 尹祥議員剛才有提到說 都在大家的選選 對 對 剛好不是音夜市 不在我們選選 哈哈哈哈 好啦 那這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 所以 尹祥議員要近一點對不對 OK 好 我現在 哈哈哈哈 好 要被問了 來 急問急答 好 那就選舉大小事 選舉大小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選舉大小事 的題目是什麼呢 好 來看一下選舉大小事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選舉期間發生的有趣的事蹟 好 我想選舉這要急問急答嘛對不對 所以要立刻答嘛對不對 選舉期間我覺得有一次還蠻有趣 因為我們常常會站路口去宣傳車上等等等等 就是一直每天都在大庭廣眾前面一直在宣傳自己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會沒有辦法去分辨說有些人的反應是好或壞的 那有一次其實我一直聽到有人一直在幫我歡呼 然後我就聽得很開心 然後站路口 然後當天早上非常早就去站 然後很累 然後聽到有人在歡呼歡呼 然後我就覺得 看過去要跟他打招呼 跟他感謝的時候 原來他在罵說前面車子就是轉得太慢 然後一直在狂罵那車子 然後我想說 我還是轉好不要參與好了 結果某某又轉回到原本的方向 然後繼續跟他打招呼 哈哈哈哈 選舉期間站路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對 不過這也是還蠻有趣的對不對 是一個人生的體驗 因為我覺得一般的人 其實不是說每一個選舉人都很外向 你知道一般的人來說 其實你每天在那邊要跟一千個人一萬個人揮手 其實是蠻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是說累是說身體累 是有時候會心裡有點疲倦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反應是什麼 有一些人很喜歡你 有一些人很討厭你 所以我就覺得說選舉是一個磨練的過程 就是你要讓自己適應說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要適應不同的意見 要適應跟大家打招呼 跟他請安 我選舉的這麼多競選活動裡面 我最討厭就站路口 或許民眾會覺得說我們站在那邊揮手 然後笑很輕鬆 站路口絕對是最累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我們互動的就是車輛 然後車輛加那個反光那個隔熱紙貼的超黑的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對你招手 到底是在跟誰揮手 你站還是比倒站你知道都不知道 那你要一直笑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會拿一個 以前會拿一個喇叭 講話 然後會被附近居民罵 然後後來改成小蜜蜂也被抗議 後來我都沒有了 單純這樣吼也不行 他會開大聲的 會有回音 所以你知道我們到最後就在那邊 然後也不講話一直揮手 就微笑揮手這樣 我再補充一秒鐘就好了 因為後來我只要經過任何路口有候選 無論是什麼檔 我都會幫他加油打 就是我窗戶嘴搖一點點 所以不知道是我你知道嗎 我會說加油我們缺家支持你 然後讓他開心一下 因為我自己聽到我會很開心你知道嗎 互相取短 大家互相打氣一下 這也是在選擇期間真的很有趣的地方 好 這個分享不錯 大大加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好 第二個題目已經有被看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題 我們先上第三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題目 大家拿到的會是什麼呢 請大家稍微想一下 這也都是跟大家這個 在台北市的生活經驗是有相關的 好 那這一次呢 我們輪個方向好像 這個夢幻議員都沒有這個第一個發言過好不好 我們先讓夢幻議員來第一個發言 好 他是一個我覺得蠻適合去走村的景點 尤其是在最近過年的期間 然後他離大眾運輸非常的近 很方便 然後他就除了自然的景觀之外 也有一些人文歷史的風寒在裡面 嗯 好 那這個輪到這個 會員議員 我這地方也是個走村很棒的地方 但是他 他有一些這種期間限定 就是像日本一樣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你想去隨時去 都有機會可以到的一個景點 所以那但是他很適合 尤其是接下來過完年之後 他大概是過完年之後 大家就可以準備可以去那個地方了 那有很漂亮的自然景觀 那當然所謂人文歷史建築 也在那裡面 所以是一個很值得 台北市民去走村的地方 嗯 好 那接下來這個遺祥議員 我這個地方其實也是一個 如果你喜歡靠近大自然 你喜歡帶家人出去搶搶 不同的植物的話 我覺得也是很適合的地方 那小小的一個缺點 就是附近的停車大概比較困難 嗯 好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第一輪大家都已經發言完了 這感覺上好像蠻難猜的 現在到目前維持 大家可以稍微再聚焦一點點好不好 我們第二輪的這個發言 大家可以稍微再聚焦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孟華議員 如果要聚焦的話 他這個植物我覺得 其實在台灣應該不常見 他應該是 可是台灣人應該蠻喜歡看這種話 因為台灣不常見 那他 他是適合我覺得親子 出遊各個年齡層都還蠻適合 就是全家大小一起去的地方 嗯 好 那你修正在台北嗎 在台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以幫大家可能都在台北 哈哈哈哈 好 來 我願意 呃 我這個地方他其實就是你上你去的話 其實他是有些限制的 並不是說你隨便開車想開去就可以開去的地方 但他搭乘大眾的交通運輸工具很方便 因為台北市政府都有針對這個去增加他的班次啊 然後增加他的便利性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呃 可能那個季節算 可能還是要加進外套 哈哈哈哈 確定他加進外套 哦 好 來 最後我們的遺掌藝人 我想 呃 我這個地方有兩條主要的對外通路啦 那但是交通上確實會是比較複雜的一個狀況 可仍然我想很多人會在對著季節 會跑過去看這個地方去多去走走 嗯 好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誰是臥敵 講的其實他好像都可以 這有點難囉 好 給大家五秒鐘的時間 然後呢 請大家這個用手筆出來 你覺得誰是臥敵 5 4 3 2 1 請選擇 哎呀 欸 但我猜不出來你那什麼地方 對 我也猜不出來 好 我們一起來翻牌好不好 大眾交通很方便 1 2 3 好 一個是陽明山花季 然後我們的臥底呢 是士林館底的玉金香花棧 難怪你說特定的一種花 對 可是我一聽到就知道不可能是花 哈哈哈哈 我剛剛一直問海域嗎 種類比較多 對對對 剛好又在一定的一個季節當中 好 那要請這個孟花議員 來幫我們選一下 想要跟大家做什麼樣的集問集答呢 在地最熱門 在地最熱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地最熱門 這個題目是什麼呢 好 請推薦 在地最熱門的景點 對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了 你剛剛已經有講過了對不對 非常多個 但我忽然 你要講一個私房的景點好了 這個其實也不算私房 但是很適合就是家長帶小朋友去 因為他真的非常的紅 到週末天氣好的時候 你會找不到停車位 他就是南港公園 因為他算是共榮公園裡面 鑽坐的還蠻刺激的 所以其實適合小朋友 還有大朋友玩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週末 在選舉期間要去那裡 跟大家打招呼的時候 通常就會找不到停車位 然後除了就是南港在地人 也很多從信義過來的 然後又從內湖會過去的 其實就是一個我覺得 在週末的時候 六小朋友非常適合放點的地方 是 好 這個南港公園 大家推薦大家可以去走一走 好 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這遊戲先進行到這邊 但是我覺得這個極問極答 其實對於大家 這個可以讓大家更了解一下 議員的生活 所以要不要委員議員來 猜一題來玩玩看 沒有 我原本要 那個我原本對晚上才會跟他很有興趣 但是我才一定選區晚上才開的 所以我不要選 對 我要選一個 大家完全搞不清的幹嘛的 好 來 就意圖報喜吧 沒有意圖 真的要在那邊播音 覺得很會對我們 珍愛大聲說 好啦 那珍愛大聲就說啦 珍愛大聲說是不是 好 我來講 珍愛大聲說是什麼呢 好 請問極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欣賞的議員 我就知道 我跟各位講 我猜到題目 但我沒有答案 哈哈哈哈 最欣賞的議員 對 唉 我講 一定有一些這個 不管是 是這個新科的啦 或是說前輩的議員啦 唉 很多 哈哈哈哈 61席議員 你只會 你只會贊賞到 一席會得罪量 58個 59個人 最欣賞的議員 好啦 那個 過年沒有政治 但回到心中 因為我必須說是 現在他不是議員的啦 王鴻威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老實講 我們在松山西英選舉 他跟我同個選區 但他是對我最照顧的 他也是前輩 那他體系後勁這樣子 那也的確他有些 在議題的論述能力 我覺得蠻強的 他空戰也很優秀啦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大概以國民黨來說 他算是一個議員的標杆 這還不錯 好啦 其實我們還有剩下 這一題的幾題 我們最後三個議員 再各挑一個題目好不好 那我要選玉兔暴襲 欸可惡 我剛才在講玉兔暴襲 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還蠻特別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玉兔暴襲 好 玉兔暴襲的 這個題目呢 新年吸希望 欸 這太簡單了 新年吸希望 當然是希望 自己還有所有人身體健康 因為我覺得選舉完之後 你會發現到 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對 當選舉完之後 所有毛病 就在你比較沒有壓力之下 全部都跑出來了 那也希望說 就是我們大家在 不管是問政上面 還有台北市 能夠在 這個表現 不要讓所有市民失望 我們也會努力強力的 來監督台北市政府 嗯 的確 真的要有好的身體 然後才可以為民服務 然後才可以幫這個民眾 爭取更多好的建設 好 來 這個 宜翔議員 那就 知恩吐爆 知恩吐爆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知恩吐爆的題目 好 在選後 最想感謝的人是誰呢 這 你知道在這個 開票當夜 講的那一些話 大家都已經 早就忘記了 但是在過年這個時間點 還要感謝 這個人就真的很不容易囉 其實這聽起來很拔辣 但是我會說一句事實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三個人 大概想法都會一致 就是說真的要感謝選民了 嗯 因為其實你知道 年輕人出來選 並不是非常容易的 我們三個人沒有任何家庭背景 沒有什麼 就是說財團等等等等 我們就是憑著理想跟理念出來 那我覺得也打了一個選戰 說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未來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給我們機會 那後續大家也給我們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每一天上班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這一點 就是說至少一萬七千多個人投給我 然後會覺得說不能辜負這一萬七千多個人 包括我們其實整個單紋身去 五十萬市民的一個期待 跟大家對於我們未來市議員的一個表現的一個期待 嗯 OK 好的確這個選民 對於大家來講 尤其這個我們議員來講 真的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最強力的這個後盾 好 最後這個 那個文員議員最後再選一個 我剛剛也是一個兔系列的 剛剛是不是有奮發兔牆 哦 奮發兔牆 那我真的猜不到什麼東西 我剛剛想了一下 我猜不到 奮發兔牆 我們來看一下奮發兔牆的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從政的初衷 哦 好 哇 這個有點長 好 我簡單講 這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是立法院國會幕僚出身的 然後其實當幕僚幫助一些民眾解決一些事情 然後我突然覺得 當我們當民意代表人 其實我們不是什麼特別背景 那我們在這個位置是選民賦予給我們 當我們很大的一個力量 可以去把政府資源好好配置給需要的人 那我覺得把它配置到一個對的方向 其實那是很公的無量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應該會有共同的經驗說 當我們選服或成績案 幫忙一個人 然後完成一件案子的時候 我們心中是非常滿足的 那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當知識人物 應該去做的事情 嗯 好的確 這個我們之前的話也有這個 其他的議員之前也有講過說 在新北的議員 他也有講過說每次只要這個 幫這個選民完成一件 這個他交付的或是說他請託的任務 然後看到這個選民那些感謝的 這個民眾感謝的那種心情 對議員來講就是最大的鼓勵 這也是你們大家從政的這個初衷 好 那當然我們透過這個玩遊戲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今天三位議員之外呢 當然新年新希望 那大家對於自己的選區當中 一定有很多的規劃 那既然現在這個新科議員 上任才一個多月而已 過完年了 接下來真的要好好的開始為民服務了 相信三位一定有很多自己手邊 即將要推動 或者是這個目標 希望能夠推動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說有哪些地方建設 是你接下來特別要去關心的地方呢 來 如果以我個人來說 我當時參選的時候 我就有提出三個主要的政策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交通改善 就是說我們希望未來讓我們台北市 從交通的層面去改善它 讓它變更安全 那台北市其實是一個極度不安全的城市 我們是大概東京的所謂的交通致死率 大概是以人口比大概是5到6倍左右 所以那尤其對於行人而言 我希望做就是人行道的改善 希望做人行道的外推等等等等 那第二個就是都市更新 那我想這個對我們所有年輕人 買得起房子 居住品質等等都有直接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雙語教育 我覺得台北市是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未來一定要加快推動 我們這個雙語教育 這樣整體的一個環境跟機制 讓我們的下一代的孩童 可以收到更完整的一個英語教育環境 嗯 OK 好這個在交通上面啦 然後還有這個教育上面都是這個大家非常重視的目標 那這個孟化議員呢 我覺得我的政策就是我想回來推動的面向可以用一個一句 slogan來講就是更順更好更美更順 其實我們知道其實交通問題 尤其是內科交通 就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對 有很多住在恒那附近的居民 會特別跟我講說 什麼時候可以幫我們解決 我們真的每天都塞得非常的痛苦 但是這個問題是要從短中長期慢慢來改善 那我覺得其實跟剛剛宜翔講到的 其實跟整個我覺得交通方 不管是開車的人或是走路的人行人 還有騎機車的人 我覺得大家在道路的平權的使用上 這個是我希望以後努力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除了這個就是更順之外 更好是大家的生活品質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我們希望來推動說 不管是像是社宅的建立 然後還有公托跟幼托 然後還有其實我覺得長照服務 其實對年輕人來說 那也都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我們希望說可以讓台北市 是大家住得起的地方 可以減輕大家的負擔 那更美我覺得是在城市美學方面 我們希望說可以在不管是 我覺得城市美學有一部分是都根嘛 都根其實希望其實房子變新了 其實整個的市容會變得好看 那我覺得城市美學還有更多的 不管是公共建設 把美學也納入進去 然後還有其實我覺得電線桿的地下化 也是我希望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其實我覺得非常多的事情 做起來都是要非常非常各個部門 來大家一起合作才有辦法的 是這是我希望我四年後可以努力的方向 嗯好我們其實這個我們的孟華議員 然後委員議呢 我想像台北市民很幸福啊 因為我老實說我第一個要講也是都根 那都根很蠻複雜的 但是各位聽到我們三位針對都根都有提到 代表說他是個台北市客戶融化的一件事 對那還有另外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 其實以前的政治人物比較少注意到 行人交通以人為本的這種交通設計 那像我們部分藍綠 其實我們這個世代對於這個都有共同的關注 所以人行道怎麼樣讓回歸於行人的本位 讓譬如說腳踏車或一些其他的交通工具 盡量退出人行道帶保護他們安全 這是我們必須去研究甚至去規劃的 但是這個有個比較複雜的是台灣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台灣摩托車太多了 所以你去什麼荷蘭考察之後荷蘭自行車道 放回台北市或台灣基本上是不適用的 因為那個交通工具本身不一樣 這需要台灣的或台北市交通局 去研發出一個以台北市或以台灣為主的一個交通設計 那最後我有一個小的議題我也很想講 就我很想增加垃圾桶 最近在那邊有在推對不對 真的很痛苦 我還沒選之前我拿著垃圾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我覺得生活習慣不一樣 很多人說日本是沒有垃圾桶的 但日本他不會邊走邊吃 他沒有很少路邊攤 所以很少有手邊垃圾 但是台灣其實是夜市文化很重要的國家 手搖引啊 然後大家都在打鼠上 然後包含其實吸煙也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隨時隨地都會有一些垃圾放在手上 那有時候真的是很想要找垃圾桶 我會走兩公里我找不到垃圾桶 那可能有人會覺得說垃圾桶那個開口太大 會有加護垃圾 那我就覺得改良他開口 怎麼去設計 或設計其實是可以去解決的 所以這部分我可能未來會逐步的推動 好我們聽到這三位議員 其實都很有想法 而且這三位議員 心科上任 然後對於年輕人有很多的目標 我想節目最後利用一分鐘的時間 三位議員既然現在都還在元宵節 前後期間也是過年期間 最後還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這個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來說的呢 好我們來最後請這個議長議員 我想還是跟大家再拜個年 因為確實新年的開始 是新希望的開始 那我們相同而言 我們在市議會都是很多新的面孔 年輕的世代 我希望這四年大家給我們一個機會 持續的鼓勵我們 我們一定會交出很美好的成績來 好謝謝我們的這個議長議員 那這個夢幻議員 那我也要趁這個機會來跟大家拜年 也許要感謝大家 就給我們新人這個機會 我們以後絕對會好好的努力 那祝福大家 兔年行大域 兔年吉祥 我是何夢幻 祝福大家 謝謝 好謝謝夢幻議員 那委員議員 對我很喜歡過年 因為過年代表新的一年 你可以把過去不好的暫時擱置 甚至把它拋棄好 那新的一年要充滿希望 面對新的一個這一年的人生 所以其實新過一個年之後 他的希望感會更滿足更大 那希望大家朝向正 正向的向前邁進 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 好我們今天謝謝三位議員 來到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那要提醒大家 從這個現在開始一直到2月19號 在台北的這個登區呢 其實有很多地方 真的歡迎大家到台北市 一起來走一走逛一逛 然後更重要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這個 新科議員 接下來都能夠 為我們台北市民 爭取更多的福利 今天非常再次的感謝 三位議員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當然也感謝觀眾朋友們 大家的收看 我是鄭梓婷 我們下次再會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